南投县政府税务局为了让学生在暑假期间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并且培养学生购物消费 以载具储存无实体电子发票及税务房诈骗的观念 特别结合陷阱局举办福尔摩斯税务营活动 吸引许多小朋友报名参加 透过影片宣导及闯关活动 达到税务尝试向下扎根的教育目的 一群人纷纷举手抢着发表答案 那现场情分达到高层 这是由税务局与检察局共同举办 服务委模式税务营活动的现场 税务局表示 今年首次举办税务营将透过多元化的租税方式 那学习有不同的体验 参与的学生除了获得租税强试位 还可体验仅用交通工具及装备 抑制传观游戏等活动 内容精彩可期 在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特别 我们结合游戏 让各个学生能够在活动中 学习到简单的税务观念 以及安排了交通安全和建设课程 可说是内容相当的精彩丰富 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 有特别播放财政部赴税署的可爱的税务影片 所以各个小朋友可以透过影片 轻松的学习一些简单的税务知识 而且我们也安排了简单的闯关游戏 希望同学能够借由这些税务闯关的游戏 并且借由简单的税务的抑制游戏 让他们能够轻松获得我们简单的税务尝试 对以后的生活更有帮助 税务局表示 此次税务营参加的对象 为本性5到6年级的学生 媒体是限额50名 为让参加学生学习工艺 报到时需缴交 时尚未开奖的值本统一发票 或5张无实体电子发票 活动缴交发票 将全数捐赠给先任公益团体 目前7月6号 国中税务营尚有少数名额 欢迎把握机会预报重述 若相关活动疑问 请拨打收集免费服务电话 0800-49-6969-恰询